这个瑞士信贷新闻是我选的 因为其实原本我们上礼拜想要聊SVB 可是上礼拜我们没有录音 然后我以为SVB就是矽谷银行嘛 矽谷银行事情结束之后 我以为就结束了 没想到那个瑞士信贷这么大银行 也受到冲击 然后这件事情我觉得非常的扯 我就进去看 看了以后发现说 Oh my God 这么老牌的银行居然有这么多scandal 然后再导致了它的downfall 我觉得超酷 所以这次瑞幸就是这个银行 它是因为这个信贷银行 是因为受到San Jose那边的银行的影响吗 多多少少有一点点波及 因为其实从去年开始 我最近这几年 他们的风评就一直蛮差 等一下要跟大家分享 他们这几年发生了什么事情 那所以在SVB倒闭之后 整个市场上面的钱就在看说 有哪些银行感觉 最近做得不是很好 那我们是不是要把钱测掉 然后大家在挑的时候 就挑到瑞士信贷 那为什么会挑到瑞士信贷 因为瑞士信贷很大吧 几乎是瑞士好像是第二大的 是瑞士第二大 而且它非常的老 是19世纪就创立到现在 它有167年的历史 而且它的资产曾经有高达一兆美金 so it's really really big it's almost too big to fail 你知道吗 就是超大的 but他之前就是因为做了太多很蠢的事情 我之前好像在听那个Goldman Sachs 那个Aaron推荐那本书 什么GSA Elevator作者里面的那本书 他们里面 他有讲到说 其实Chris Wiss的人就是一群疯子 对我好像想起来 我就是在看了他们发生事情之后 我说对我好像之前在书上有看到 那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 其实在做金融业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信任嘛 当市场对你这个公司失去信心的话 钱就会抽走 那基本上就GG 对 所以基本上这一次发生 对瑞士信贷发生事情就是这样 尤其是瑞士信贷主要的业务 很多都是来自于那个帮 很多高资产客户 就很有钱人 超级有钱人 或者高 反正就是做很多Dios 然后他从中间收取那个服务费嘛 那他失去信赖之后 他基本上就GG了 不然我刚刚有说到说 瑞士信贷虽然是这么大的公司 可是他们这几年真的发生了超多问题 好 那我跟大家先一个一个讲 其实在2008年 就是全球的那个financial crisis的时候 其实瑞士信贷是没有发生什么事情的 他们那时候其实是 they dodged the bullet you know 因为那时候连UBS 就是后来 就是这几天把瑞士信贷收购的 瑞士最大银行 他们那时候其实都有很大的问题 他们那时候 还从那个瑞士政府拿了超多钱 才把自己这样救回来 所以那时候 其实从那次之后 UBS 就有比较保守的经营 他们自己的银行 可是因为Credit Suisse 在那一次 他们并没有受到刺激房贷的影响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OK we're still gonna do what we're gonna do 你懂吗 他们 didn't get a memo 所以这第一次有点像运气好 然后就没有学到任何教训 他们没有学 Exactly 这就是what happened 他们没有学到任何教训 所以他们其实 做事情的方式 还是非常非常扯 然后从最一开始 他们有一个东西 叫做spy gate 大家要知道就是 瑞士虽然就是 大家觉得说 它是在欧洲 可是它是一个 非常保守的国家 就人民 大家就觉得说 你做事情要低调 你要保守一点 不要那么flashy 不要cause social disruption OK 可是spy gate 就是间谍门 这个事情 就发生在 瑞士信贷里面 因为瑞士信贷 那时候就是有两个大头 一个是CEO 那另外一个CEO 还找另外一个大头来帮他 他以为找来这个人会帮忙他 结果他找来这个人 他也是非常flashy 因为你知道banker 就是alpha male 他说有人在我头上 但不行啊 所以他找来那个人 直接在大头的家的正旁边 买了房子哦 买了房子以后 把房子马上拆掉 要盖新的 还要盖的比大头的还要大 好无聊哦 所以你就知道 拆房子跟盖房子 这件事情 有够吵 right 他故意就弄很吵 他弄很吵之外 以前人的想法好不一样 然后他盖的大房子 又有弄一个超大的窗户 直直往下看 看到大头的家里面 所以大头说 are you spying me or something 他们就是弄得非常的不愉快 然后还故意 因为他们都住在那个河边 湖边 然后那个 他还故意种了一棵大树 然后那个树枝会延伸过去 去挡到大头他的家的 那个Lakeview 好烂 你知道这很好笑 所以就是 然后弄到其实连双方的那个棋子 还差点大打出手就对了 那私人恩怨 私人恩怨 私人恩怨弄得很难看嘛 不过后来这个小头就被UBS给挖走了 可是挖走了话 他可能就是 一个月内不能做任何相关的事情 我忘记时间多久了 反正你知道银行吗 他们就是competition clause 就是被挖走你不能做相关事情 那那时候 瑞士信贷 他们就hire了那些 hire了一些人 去监视被挖走的这个人 看他到底有没有 违反 对对对 违反那个class 对 就是他们就是超pettie 超pettie 这种不是都要签什么NDA那种 签是签啊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你签了我还要 hire人去跟啊 哇这个 所以就很好笑 他就觉得你一定会违约嘛 对 因为这两个人有私人恩怨嘛 也是也是 对所以 这个人在你家旁边盖房子耶 很值得去观众 这真的是有钱事多 Lakeview挡住耶 Lakeview挡住真的超级 这超级就Lakeview挡住很急巴好不好 也是也是 这超级巴 那房价马上掉了 你每天早上最开心的事情 看Lakeview 现在就开到人家树子 而且还是讨厌你的人 种的树 对反正就是hire 然后后来就是被发现说 有人在跟踪我 所以他就去调查 然后后来才发现说 瑞士信贷 其实不是第一次hire hire这种跟踪的人 去跟踪他们觉得有问题的人 然后在瑞士来说 这是一件超级 超级难看的事情 因为就是 it caused social disruption 让大家觉得 怎么会这样子 而且尤其是他们那个城市 Zurich 是很小的城市 从头到尾走 只要25分钟而已 也太小了吧 Zurich就是 就是那么小 所以他们说 你在那么小城市 干这种事情 这很难看 这是第一个丑闻 第二个丑闻叫Green Seal Green Seal就是 他们这个投资失败 这个主要的就是一个 算是投资项目 他们那时候 那时候瑞士信贷就跟他们的客户说 我们这边有一个很好 很lucrative的 那个investment opportunity 大家可以来投哦 这个东西叫Green Seal 然后Green Seal 他主要的合作方 有在印度的 然后还有另外就是 Softbank的孙正义 可是大家都知道 孙正义是一个 risk taker 他就是投一些风险 搞到一个爆炸的东西 你应该有做过他吧 好像有做过 他就投一些很扯 很扯的项目 然后其实损失有时候会 非常非常大 可是他那时候包装的方式 然后瑞士信贷包装的方式 是说 这个东西超安全 那听起来就像 自己房贷发生 风暴发生 所以他就这样子 卖给他的那个客户 而且他是卖给他的那种 high net worth client 就是超级有钱人 然后私人的那种资金这样 然后 后来就出事了 因为他们这个 这个investment package 后来发现说 其实那些钱 除了就是投资在 这些高风险项目之外 其实那个里面的banker 或里面的那个管理者 没有做得很好 他们就是有 钱在做 circular investment 就是 就是左手投右手 在投左手 然后把那个账 变得好像很大 其实也没有 然后还有 false receipt 做一些假账 做假账 然后就被爆出来说 哇 原来会这样子 所以他那时候就说 Critic Swiss在干嘛 怎么会这样子 这是第二个 OK 这个事情才还没有结束多久 马上又爆另外一个 叫做Arceos Arceos scandal 那时候就是他们 在借 发现说 纽约有一个超级有钱人 然后他就是 over leverage 然后那个叫做 Bill Huang 他就是 用很少的钱 然后去借 超大杠杆 他从很少的钱 借到 160 billion dollars OK 160是什么 1600亿 1600亿美金耶 他们就想说 好那这个倒掉了 到底有谁那么蠢 借这么多钱给人家 结果发现 最大债权人是 Chris Swiss 说what the hell Chris Swiss 怎么一直在干 那么蠢的事情 一直在借钱 给这么风险 那么高的人 right 然后 不止 这个事情 我跟你说 我说的这个东西 都是在最近 差不多五年内发生的事情 OK 所以就是 A还没结束完 B马上就爆 然后B还没结束完 C又爆 接下来有一个就是 大家在新闻上 比较常看到的就是 瑞士信贷去那个诈骗 类似小诈骗 墨山比克 一个小国家的 的很多很多钱 那他们的那个 这个项目叫做 Tuna Bun 那时候是墨山比克 他们 其实当时大家都对 那个投资非洲 是非常有兴趣的 因为非洲那边 就是很多资产 然后大家都觉得说 非洲要起飞 所以那个项目 那时候很好卖 那墨山比克 其实有很大的天然资源 他们那时候有 什么 天然气 那也有很长的海岸线 然后跟我们之前好像讲的另外一个国家一样 所以他们的海洋资源非常大 所以他们那时候国家想说 好 那我们来开发一下我们的海洋资源好了 我们弄一个项目 然后弄一些钱进来 我们做一些 保护这些铭鱼船的船只 让他们可以一起出去 然后安全的捕鱼 然后再回来 这样子他们就弄一个项目 那那时候总共的 这Bond的金额没有很高 差不多是2 billion US dollars 2 billion差不多20亿美金嘛 所以这金额其实不是很高 可是大家要知道 墨山比克是一个非常穷的国家 就相对是穷 虽然以非洲来说 它成长速度很快 可是它还是相对的穷 所以2 billion对他们来说 这国家是很大的债务 那他们说 那我们要把这个债务包装得很好啊 卖给外面的人才比较好卖嘛 那时候是谁来做这件事情呢 就是Credit Swiss来帮忙包装 来卖他们这个债券 那Credit Swiss他在卖这个债券的时候 就非常的扯 他就把东西卖 包装得超好 说啊墨山比克这边那个非常安全啊 然后他们每年的余货量是 他就虚报一个余货量 是真正的超过10倍左右 那再弄一个说 余货量这么多 那又 Tuna就是鲍鱼一斤 又是卖多少钱 那他又虚报一个 实际成交金额的10倍的价格 反正就是东西又乱讲 然后再到市面上去骗那投资人 那投资人也买单嘛 因为大家也没有做他们的功课 就觉得说 啊Credit Swiss可以信赖啦 然后现在非洲议题又很夯 有没有 所以大家就是把钱 投给瑞士信贷说 好 那我们就来买 买这个东西 然后瑞士信贷从这中间 他手续费直接赚了2亿美金 直接抽10%也是非常的高 OK 然后后来 这个东西就爆掉啦 因为发现说 这钱怎么永远赚不回来 然后发现说 这个债券 有没有 这钱拿进去之后 说 这钱其实都没有拿去买那些 保护渔船的船 都被那些军头拿走了 因为这个他们弄的项目 里面的主要的公司投资人是 墨山比克的国防部跟情报局 哦 行 所以钱被国防部跟情报局直接黑走了 这是corruption的问题 所以就是弄的是他们到最后 墨山比克有那个外汇危机 因为大家就来讨债嘛 说那怎么办 哦 行 所以这是弄的Credit Swiss非常难看 所以墨山比克啦 现在还在搞那个Credit Swiss 那我不太确定说 现在Credit Swiss被UBS 收购之后会发生什么事 他们已经就是确认要 find350 million 哇 超贵的 所以是3亿5千万的发款吗 对不对 是因为墨山比克不告他们的原因 然后这事情 还没结束的时候 又爆了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突然就是大家发现说 原来Credit Swiss 一直在帮保加利亚的一个前摔角手 他后来他以前是摔角手 后来他变成一个毒枭 专门在走私股科检到欧洲 发现Credit Swiss一直在帮他 洗钱跟做金融贷款啊 交易什么的 所以一直在保护他 而且你知道他们根本没有做KYC 就是know your client这件事情 就没做背景调查 就大部分的那个银行 其实都要做KYC嘛 就像我们在台湾开公司货 我们开得快死 对不对 然后他们这边他说 哦 我们就是用 用Google Translate去找一些 把他就给的文件 Google Translate弄一次就过了 然后后面还有一只 很多人提醒他说 诶 你这个客户 好像在保加利亚的新闻有头条哦 他好像去刺杀谁谁谁 他好像因为骨科检走私 被逮捕 然后Credit Swiss都没有管 就继续把他放在 他的那个客户名单里面 OK 可是感 让人刻板印象就觉得 瑞士的银行本来就 就会做很shady的事情 对 因为就全世界都有这个需求嘛 对对对 因为瑞士之所以有名 是因为他们 They're very secretive 他们就是连银行里面自己的一些 调查啊什么东西 其实大部分是不公开的 就是连政府进去调查 所以才洗钱天堂啊 因为政府他们就是 瑞士 They're proud of their financial system 他们的5%的GDP 都是来自于金融 sector 所以非常非常的高 好 然后anyway 他那个cocaine smuggling的东西 还没结束 最后好像在这几年吧 那个 大家都知道wikileaks 就是危机解密 常常都会有人 去上面放很多 有的没有的资讯嘛 然后就有人把Credit Swiss 最近给干 最近有交易 然后很shady的人的名单 全部丢上去 然后就发现说 原来Credit Swiss 就是瑞士信代都在帮 什么俄国的那些寡头 oligarch 然后帮很多 有在名单上的贪污的官员 还有帮犯罪集团 还有人蛇集团 在帮忙洗钱 ok 你知道这超扯 所以这个东西一流出来 大家就oh my god 这怎么办 然后你知道 就是这些名单有出来嘛 然后他们继续查 查下去就发现说Credit Swiss 其实会借很多钱给寡头们 去买什么私人飞机啊 或者去买他们的那个游艇 那 其实大部分 银行要借钱给 给人家去买这种东西 利息会放很高 因为这是高风险东西 如果你被制裁的话 这些东西 第一个就是被seased的 的财产 可是Credit Swiss那时候 就觉得说 反正没关系 我就把这些 借款的这些东西 就债务打包一下 再卖给别人就好 你怎么知道 对没错 刺激房单就是这样 他就是把这些 借给寡头 这些超危险的人 借给寡头的钱 他们还去买升飞机 跟游艇的东西 打包起来 卖给别人 然后后来瑞士跟美国 就开始调查 Credit Swiss 然后Credit Swiss 就觉得说 这不行 赶快就是把这些资料 要销毁掉 说这样看起来 好像不好看 结果美国跟瑞士 就更生气说 为什么你要叫人家 销毁掉这些东西 你是不是真正有意图的 在帮这些有问题的人 在做什么财务管理之类的 所以就变得超好笑 所以为什么你还在借钱 给被制裁的人 对啊 你要这听起来就是 就是难看 有问题 超有问题 其实本来就是公开秘密 对不对 你说瑞士的银行 会做这种事情 对啊 还是说瑞士 是不是你们家也是 哈哈哈哈 你们家的资产也是瑞士银行 台湾超多客户的 就是high net worth clients OK 好啦那这一次 其实最多人在讨论 对台湾的影响 而且对台湾影响最大的 的事情 就是AT1在借 这又是什么 就是因为 我们刚刚有讲到说 瑞士信贷就是 突然出了很大的问题嘛 然后很大的问题 的其实 主使来源是 SVB倒闭 然后大家开始要找说 风险比较高的银行嘛 然后大家就 眼睛就看到 到了credit suis 就是说 他应该是有问题的 有人去访问他 最大的投资者 或stakeholder 是沙拉第的某个银行 就说 那你接下来 那个credit suis 好像有点问题 你还会继续 给他更多资金 让他可以正常 营运下去吗 那个银行就说 那我们不会再 给他更多资金了 那整个市场 听到这句话以后 就吓死了 就说 Oh shit Time to run 就大家开始抛售 你知道吗 然后想办法 把钱能够拿出来 就拿出来 然后credit suis 就got in trouble 就GG嘛 然后他们政府 就step in 先拿超多钱给他 大家在新闻上 就是上礼拜 看到新闻就是说 瑞士的国家银行 拿了很多钱 给瑞士信贷 让他先撑过 好像礼拜三吧 那大家可是不知道的事是 那时候瑞士银行去找 瑞士信贷 拿钱给他的时候 同时也跟他说 说你拿这笔钱 你就想尽办法 把自己卖给UBS 就是说你一定要在 在那个周末 周末结束 那Asia Market open的之前 你一定要想办法 解决这件事情 要想尽办法 把自己卖给UBS 可是这很有趣 就变成说 UBS其实 原本也没有 很想要买Credit Suisse 就是两边 他们其实有rivalry 你知道吗 就是互看不顺眼 就是老大跟老二嘛 对 然后一个没有很想买 一个没有很想卖 可是现在真的没有办法 所以只好有merger 可是在他们在 在收购的过程中 中间好像还没有 direct communication 中间都是透过银行 中央银行 所以就整个东西 变得有点怪 你知道吗 UBS有开一个价格 说我们可能 就是1 billion 就10亿美金 用股票来收购 Credit Suisse嘛 那Credit Suisse 这么少钱 怎么可能卖给你嘛 所以马上 rejected the deal 然后后来 那个中央银行 有进来 就是帮忙 协调一下 然后说怎么弄 所以瑞士银行 最后就想说 好吧 那我就用30几亿来买 那个瑞士信贷嘛 可是他又觉得 瑞士信贷 这个我要花这么多钱买 可是他有一堆 债务体质又不好 这样子我损失会很大 所以他就会希望说 可不可以用什么方法来减债 让他的损失不要这么大 对就是让他说 买过来的 他买过来的资产里面 不要有这么多债券嘛 然后他们就开始看说 有哪些东西 可以直接就抹掉的 然后他们就发现说 瑞士信贷里面 那个Credit Suisse里面 有一个东西叫AT1 那叫Tier 1 Bond 或者是Coco Bond 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是在2008年 金融海啸后 而产生的一个商品 就是金融海啸那时候 不是全世界的各国银行 都拿钱出来 各国的国家银行 都拿钱出来 来救这些小银行嘛 或大银行们 那他们就发现说 这样不行 我们不能一直拿国家的钱 来救银行 银行要想办法救自己 所以就让这些银行们 发行了一个东西 叫做AT1债券 这些债券发行了以后 他们拿了这些钱 就是让他们 算是他们保命钱就命钱 所以出什么事的话 有这些钱来保护自己 而且大部分这些债券的 的收购者 有一些是 他们会直接发给 自己公司内部的人 内部高层 就让你知道说 你做任何 high risk的东西的话 会伤害到自己的钱 你会伤害到自己 这个东西会倒 因为AT1里面 最有意思的一个 precaution 或者是里面的一个条款 就是说 你如果真的出什么事 政府有权 直接把这个东西抹掉 因为大家知道 如果大家对财务 有点理解的话 一个公司 如果真的倒闭 他们债券出事的话 第一个要偿还的 就是那些bondholders 那些债券的持有者 然后最后面 然后之后才会 去照顾那些股票 就是股民们 所以这一次 他们银行就直接 国家银行直接出手 说我们先把这个债券抹掉 AT1整个抹掉 是多少 170亿美金吧 所有的债权人都疯掉 说what the hell 我买债券突然出事 当然啦 他们买的人理论上 都知道说 你买的每个东西 都有一个风险嘛 那AT1之所以 会那么多人买 大家都知道说 它可能会有一个风险 可是它给的 interest rate非常高 像瑞士信贷 它自己的那个AT1 给的利息是 9.75% 所以是非常高的利息 所以就变成说 大家就知道说 高利息 高风险 可是这一次 直接抹掉 还是造成非常多人 panic 所以欧洲还有很多人 有买其他银行的 AT1 债券 他看到说 瑞士这样对自己的 银行的时候 所有手上有AT1的人 都疯了 说会不会哪一天 我手上的AT1 也被他们自己的国家 干这种事情 所以每个人都开始 抛售他们手上的AT1 所以造成整个欧洲的AT1 大崩盘 所以这几天很多 国家银行出来说 我们不会对你的AT1 做什么事 大家认清 因为这是有史以来 因为这是有史以来 第一次AT1 直接被这样抹掉 虽然说 大家如果你在买 仔细看的话 你会看到条款里面 就有写得很清楚说 之前出什么事 国家是有权直接 就是regulatory government 会出来把它直接抹掉 原本是有个制衡的作用 对 原本是想要让大家 不要乱来 殊不知便 可是AT1卖最好的地方 你猜是哪 是台湾吗 不是台湾 不过亚洲 台湾有很多人买 可是亚洲真的非常非常多人买 因为亚洲人 就喜欢买名牌 所以大家听到 是瑞士信贷的时候 就应该很安全吧 就买一下 听起来蛮安全的 台湾其实有蛮多 蛮多人买 在台湾的金管会统计 这我跟大家分享 在23日的最新统计 国人AT1 彩雷金额有41.3亿 所以是蛮大的金额 所以很多人 会有写本无归 大家就是自己注意一下 你买的基金里面 有没有这个AT1 受害的人蛮多 可是后来 我在台湾的新闻上面 看到有国泰金融的 国泰金控吧 国泰金总经理 有出来讲说 AT1的债券 的债权 应该要优于股票 这样是不对的 我就觉得 你觉得他应该知道才对吧 对 我觉得说你应该要知道 你这样子是不是 只是对自己的股民们喊话而已 让大家不要panic 有可能啊 对我就觉得说 you fucked up 不过not him personally but你自己知道 你们公司里面的人 fucked up 因为你买AT1 你就是应该要知道说 AT1风险就很高啊 那你就买高风险的东西 那你自己没有做 自衡这样出事 然后你在那边说 我们的债权 明明就高于股票 因为大家会说 这一次瑞士信贷 这么大的问题 就是因为这些债权 AT1被抹掉嘛 可是股民就shareholders 其实就被保护的 所以就是 大家会觉得有点不公平 说正常来说 不是这样子的啊 所以这个东西就 搞得很复杂 然后大家就在那边 那到底会不会有 再一次的金融危机 我觉得这应该是 现在大家最害怕的 大家现在还在害怕 还在继续看下去 因为不知道 现在这个 因为理论上好像好了 你知道吗 就之前那个 戏股的银行事情 因为理论上好像 因为美国联准会又升息了 他们敢在这个时间 还继续升息 就代表说 他们觉得说 现在市场应该都稳定下来了 因为你知道 继续升息的话 SVB这种事情 可能还会再包第二家 第三家 第四家 对就是因为升息 带来的风险很高 那他们还愿意继续升息 然后我猜 他们的看法 应该就是说 现在大家都稳定下来了 OK啊 这好复杂啊 对不起我讲 可能有点点乱 不会啊 不会你 我尽力了 你尽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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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清楚啊 我觉得很清楚 好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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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